为何火箭发射前需要倒数计时? 为什么中国火箭发射的倒计时跟美国的倒计时口令不太一样? 这体现出中美航天怎样的差异? 随着互联网的进步,网络直播产业迅速兴起, 而官方在一些大事件中为了起到宣传效果, 也常常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向民众公开,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火箭发射。 拿中国航天来说,从此前长征5号火箭室射, 成俄5号卫星升空,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 以及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等, 中国航天部门都进行了全网的在线直播, 向公众展示其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发射前的10秒倒数计时了, 这也是让人最紧张的时刻, 不少观众也会跟着直播一起喊3、2、1发射。 不过,这个10秒倒计时口令就有一段有趣的历史, 而且还暗藏玄机,甚至揭开了中美航天的不同之处。 1903年,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首次设计出制造大型液体火箭的设想和设计原理。 随后,在1926年, 美国科学家戈达德试飞了第一枚无控液体火箭, 火箭成功向上飞行了12米。 1944年,德国首次利用液体火箭助推器原理研制V-2导弹, 并用于战争之中, 而这些事件也为二战后人类利用火箭探索太空奠定基础。 在此之前,10秒倒计时的方式也应运而生。 实际上,最早《点火倒计时》起源出自一部1929年拍摄的德国科幻电影, 名叫《月亮上的女人》。 电影便有火箭向太空发射的一幕, 而为了烘托火箭发射时刻紧张和严肃的气氛, 导演采用了倒数计时的方式来体现, 人们发现这种表演方式很具有仪式感, 于是便沿用了下来。 直到今天,火箭发射采用10秒倒计时的方式, 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便是营造出一种仪式感。 但如今,火箭发射的独秒不仅仅只是为了仪式感, 还有其他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10月4号, 由苏联研制的火箭首次携带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 也就是说,人类发明火箭发射倒数计时, 要比人类火箭首次升入太空还要早28年。 苏联火箭的升空揭开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的序幕。 实际上,刺激的不仅仅是美国人,也包括中国人。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确定以两弹异星为战略核心, 太空发射任务被确立为国策。 1970年,中国第一枚火箭携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 中国正式加入太空俱乐部。 此后,半个世纪,中国航天迅速成长, 以长征系列为主打的火箭成为中国太空探索的主力。 随着技术进步,近两年来,中国火箭年发射次数甚至超越了俄罗斯与美国。 同时,一些重大的航天事件,官方也会采用网络直播来展现。 但如果你经常看到中国火箭发射视频, 以及美国火箭发射视频,你会发现一些差异, 而差异便出现在10秒倒数计时上。 如果你听到指挥部喊10、9、8,一直数到3、2、1发射, 然后总指挥会按下发射按钮, 很快,火箭底部便冒出巨量烟雾与火焰, 大概几秒钟后火箭升空。 这样的发射形式对中国人来说很熟悉了, 因为这就是中国火箭发射的场景。 不过,如果你听到指挥部喊10、9、8,一直数到30, 总指挥部就按下按钮, 此时火箭底部已经冒出烟雾与火焰, 等喊到1发射时,火箭便立马升空。 这样的发射方式便是典型的美国火箭发射了。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中美火箭发射都采用10秒倒计时的方式, 但在点火的时间却不同,为何会有这样的细节差异呢? 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中美之间的习惯不同, 但其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一种名为牵制释放装置的设备。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火箭未采用牵制释放装置, 而美国火箭采用了牵制释放装置, 这也正是导致中美火箭点火倒计时口令不同的主要原因。 那么,牵制释放装置又是什么? 其实,在倒计时的时候按下点火装置的那一刻, 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T时间, 像没有牵制释放装置的中国火箭在T时间之后, 便任由火箭以自身的推力升空, 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 T时间之后就全权交给火箭自己了。 而在点火后,火箭发动机启动过程需要几秒钟, 使推力达到额定值。 此前,中国在试飞长征7号火箭的时候, 长征7号副总指挥张涛就表示, 长征7号火箭发动机要建立推力, 应该是6秒多,建火一秒钟左右才能建立整体推力, 这也是火箭点火后出现延迟的原因。 随着新一代长征5号火箭的使用, 延迟时间进一步减少, 但要精确控制火箭在第几秒升空还是很难的, 于是,倒计时的最后一刻被设定为点火启动时间, 而不是升空时间。 但美国却不是这样, 牵制释放装置简单来说就是在火箭已经启动的时候, 仍然能绑住火箭的脚, 将火箭锁在发射架上, 也就是说在T时间之后, 发射人员仍然会有火箭的控制权, 等到技术为零, 实际上解开的是牵制释放装置的束缚, 让火箭得以升空。 简单来说, 中国火箭发射倒计时最后是启动火箭发动机点火装置, 美国火箭发射倒计时最后是解开牵制释放装置。 那么这个牵制释放装置又有何作用? 牵制释放装置使火箭独秒, 不仅仅是为了有仪式感, 在启动点火装置后, 指挥人员可以监测火箭发动机工作状况, 以确定是否解锁装置让火箭飞行, 这也会给火箭增加一次容错的机会。 而这样的差异也造成了中美火箭发射前准备的不同。 如果我们注意两国火箭发射出现意外被叫停的情况, 我们就不难发现, 中国火箭可能前几天或者前几个小时被叫停发射, 然后进行故障排除, 但美国火箭往往是在发射前几秒被叫停, 这就是两国火箭发射前检查机制的差异了。 中国航天部门需要在数天前就把火箭安装在发射架上, 并且在发射前一个小时都是检查阶段, 以确保发射万无一失。 总的来说, 中国航天进步真的很快, 不过就从一个牵制释放装置来看, 中国航天当前阶段仍然需要追赶美国航天的脚步, 还需要加把劲。 中国艺术本尺达 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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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灯